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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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年 因為跟先生的理念不合 所以我帶上個孩子 以他離婚 我就買了一部貨車 早上在農總路邊賣素食 因為上人的理念我很認同 我只有十一年底受證 因為有這個福報 有這個姻緣 可以做慈激 所以我就很積極 很投入 後來孩子都長大了 開始在工作了 孩子就跟我講說 我們每個人每個月給你一點生活費 你去專心做你的慈激 因為這樣 所以我就一頭再進慈激 因為在諮詢 常常寫個案 所以對個案方面 如何提報比較熟悉 也看到人生的百態 92年開始參與醫療志工 為什麼我喜歡做醫療志工呢 因為一次就是一個禮拜 比較不會浪費時間 去到醫院陪伴病患 讓他們能夠打開他的心門 所以我就很喜歡投入醫療志工 所以我就很喜歡投入醫療志工 又有參與 有投入 看到人間的神老病死 讓我們體會很多 我常常想上的那句話 不曉得是明天先到 還是五場先到 所以我都會把握姻緣 今天有福報跟著上人嗎 那我們就要盡量來做 好嗎